早 redistribute 字幕提供 除了字幕提供 十四月初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通過《臺灣旅行法》 視證 禧日 今天這個 Speed 事件 我們要非常的感謝各位 在美國參議院外委會通過《臺灣旅行法》 以及高層副房等議題上大力支持臺灣 各位的努力是臺美關係中最堅定的支持 讓臺灣成為彼此信賴的夥伴 謝謝你們為臺灣所做的一切 臺灣和美國之間堅定的利益和價值 也因此 當區域穩定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很高興看到 美國選擇繼續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 來促進和平與繁榮 這幾年你看澳洲的總理 最近他講什麼 他竟然用中文講 他說澳洲人站起來了 用中文講 為什麼呢 他卻毛澤東 為什麼 他一直批評就是中國這幾年對於澳洲 第一個 有各種用各種金錢誘惑他們的政府人員 甚至呢 就有那個企業企業家 拉攏的那個澳洲企業家 甚至進行各種滲透顛覆 所以連澳洲現在都擔心中國 所以他們說你不要太過分 所以總的來講 他習近平現在這樣做引發了 包括更不要講日本 日本本來他以東海為主 他現在他的所謂的航母 小型航母叫做海陸兩用的戰略艦 他可以停直升機的 他現在也開到了南海去巡視 從去年開始 就表示他也擔心就是說 你這個南海的海盜會對我日本也會造成影響 因為我們知道日本的石油完全是靠進口 他基本國家不產石油 他石油從哪裡來 當然是從中東經過南海 然後經過台灣海峽上去 所以今天如果南海被你控制 那我的石油會不會有一天 被迫無法運回我的這個母艦 他就運到那個夏威夷 再從他那邊過來 那這樣子 那日本的石油可能價格要翻好幾番 那因為成本太高了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對日本來講 他現在也覺得 過去他對南海比較不在意 所以我們看到為什麼 大家現在看到印太聯盟出現 聯盟出現了 本來大家認為是 歐巴馬比較在乎南海問題 歐巴馬要求富士兵 你去提這個南海做裁案 川普比較不 好像不太提南海問題 可是他現在川普也發覺 這個印太戰略必須要有 自從把印度拉進來 印度跟太平洋 也是從印度 印度洋 然後到太平洋 然後到南海 對中國形成一個包圍之勢 我們看到最近這個川普 他提出的這個 這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他說什麼 最大的美國的假想敵 一個是俄羅斯 另外一個是中國 那他最近在 這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說 台灣跟美國是 強勁的合作關係 他講強勁的關係 那加上我們看到最近這個 美國的國防受選法案 這個參議院中院通過了 川普簽署了 裡面有提到 就是希望台美兩國的海軍 能夠互訪互相思考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美國在思考一個問題 他的高雄港 如果我們的高雄港 如果 讓美軍可以停靠 甚至未來我們的太平島 我們的東沙島 也有港口 可不可以提供對美軍進行 所謂的 這個後勤的補助 特別是我們的太平島 還有醫院 可以提供這個傷患 我們去年也做了一個演習 就是傷患的後送 對這點來講 對美國來講 他現在也非常的在意 那個是叫李克欣是不是 所以那個李克欣 那個駐美公司 他說如果美國軍艦停高雄 他就打了那一名 他說這個 美國軍艦停高雄之時 即為對台動武之日 對啊 講了一個非常狠的話 那你看這個駐美大使 崔天凱中共 他還寫性威脅 美國的參眾議員說 不可以讓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官方授權法案通過 或者是這個台灣旅行法通過 結果反而適得其反 因為美國國會議員 根本不甩你 他覺得你怎麼可以 威脅我一個國會 我是人民選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老共有時候 在對美做工作 他不懂要怎麼做國會工作 因為他沒有國會 他只有人民代法大會 那是橡皮圖章 所以他用一種威脅的方式 結果反而 不斷 大型 似乎 不不可 會 一 女 promised 婚 萬 ost